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,为配合行政院组织调整规划,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大陆委员会组织法,将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改名为大陆委员会,涉主任委员一人,副主委三人,其中二人为政务官,一人为常任文官。 民进立委罗志正说,这事将过去的特任副主委给拿掉,也增设常任文官,让陆委会组织回到正常运作。 陆委会于提案指出,依行政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,行政院设大陆委员会,陆委会配合行政院组织调整规划,为统筹处理大陆事务的机关, 另基于行政院推动政府组织改造的精神,透过重新检讨政府职能,强化智力能力, 七是政府整体运作更具弹性与效能。陆委会报告指出,依据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本法规定,陆委会的组织应以法律定制,因此逆据大陆委员会组织法草案。 此外,在原额部分,原本陆委会首长及副首长的原额,依现行组织条例规定, 涉主委一人,副主任委员两人至三人,职务必照兼任第十四职等,其中一人给为特任, 而在法案三读后,陆委会指主任委员一人,为特任,副主任委员三人,职务皆为检任第十四职等, 其中二名政务官,一名常务文官,与其他部会编制相同。 原本的特任副主委走入历史,罗智正解释说,原本陆委会共有一特任诸委,三个副主委,一特任副主委,两政务副主委, 但是会变成主委和副主委都是特任,两人选择上可能会有冲突, 现在三读后,改为两政务副主委,一常务副主委, 让陆委会组织回归到常态。